谁啊 那个 我是房屋中介的 不都说了不租都不租 怎么还来啊 怎么还问呢 你好 我是房产中介的 带客户过来看一下房子 金波 对不起 您没事吧 不是 你别往这儿呢 没怎么做东西的 你们不可以找房子啊 金波 你怎么都找这儿来了 你跟那男的住在这儿是吗 是 他在哪儿 他没在 他没在 你找什么呢你 我找他烦的 你谈什么 我就是想知道 你 你跟他在一块儿好 是咱俩好的时候 你就跟他好了 还是咱俩不好了以后 你就跟他好的 金波 现在谈这些还有意义吗 有意义 有什么意义 对我有意义 这 这 这性质不一样 如果要是说 咱俩好的时候 你就跟这男的好了 那任前的你 你就欺骗了我 你就伤害我的感情 欺骗我的感情 我就是那什么 如如 行了 行了 金波 你明不明白 我们结束了 我们完了 不明白 行了 别闹了好不好 你走 他马上该回来了 那正好 我更得叫他谈谈 老贝 老贝 怎么是你啊 是你把他招来的 跟田田没关系 我就找你 你找我什么事 那个 你 你你哨子 凭什么把我那布料 拽我身上 这事 行 我向你道歉 还有 我要跟你男人的方式谈谈 我在外面等你 姐 给我带了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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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好 吉波 开门 开门呀 吉波 吉波 你千万别冲动啊 你可别打开呀 不 成功 你没事吧 没事没事吧 快躺一会儿就好了 来 来 看我给你买了什么好东西 来 我今天见着她了 任田田 那男的给她租了一个房子 正好我也租那个房子 就撞上了 被打了 我让那男的跟我出来谈谈 她就称我不注意偷袭我 那个小嫂 你帮我分一分析 就是任田田是怎么跟那男的好的 是我跟任田田好的时候 她就跟那男的好的 要是这样的话 那为什么我一点都不知道 还是任田田跟我分开之后 她怎么就那么快 就跟那男的好了 就为什么就那么快 你 你帮我分一分析 首先吧 她是跟你分手之后 才跟那个男的好的 那个男人我认识 以及她太太 那男的有太太 还有孩子 那 那任田田 这就是给人家当那个 小三 对 也叫二奶 还叫第三者 不 不道德 嗯 嗯 那个小小小你再跟我说说 你是怎么认识那男的 就跟他们家人的 你跟我说说你怎么认识的 就我 我们这个职业吧 是可以分 你给他们家当保姆是吗 我不是对 那个对不起 我 我不是看不起你 我 我就是 我就在推算 我说你是怎么认识 那男的跟他们家人的 就只有你在他们家当保姆 你 你才能够认识 我 我就是推算 你这么说就是瞧不起我 没有 我真没有瞧不起你 我 我就是特别急于想知道 那个任田田跟那男的是 怎么好的事 我这么想你只有在他们家当过保姆 你只有当了保姆 停 你别一口一个保姆 一口一个保姆的行吗 你要再这么说 我今天就请你从我家离开 对不起啊 你妈妈来找过我了 她跟我说 像我这样的人 不是为了像你这样的人准备的 我也不知道像我这样的人 是为什么样的人准备的 那既然你妈妈都这么说了 我想我们连做邻居的缘分都没有 从此以后 你走你的阳关道 我走我的独木桥 我 我妈到底是 我跟你说什么了 让我别勾引你 我没勾引你 让我别勾引你 对 对不起啊 没关系 我妈快四十才有的我 就把我当成个宝 我爸去世得早 后来我妈就生我之后就到城里来 给人家做保姆 然后呢 也把我接到城里来 一直供我读完高中 后来我上了大学 我妈就退休了 不干了 我就想 我大学毕业之后 我干出一番事业 我我我我挣挺多的钱 然后给我妈好好养老 我好好孝顺她 原来你妈妈也是做保姆的 怪不得 我妈挺厉害的 那个第一次见证你 那她就知道你也是做保姆的 你妈多厉害呀 一见证我 就说能闻到我身上的味儿 还说有油烟子味儿 还教我什么 叫做三好保姆呢 你跟我说说 你妈做保姆 她做了多少年啊 你过来 闭上眼睛 闭上 什么东西 云南白药 把你的脸好好治治 这脸是人的门面 俩多难看呀 谢谢啊 其实我觉得吧 保姆啊就是一个行业 比如说你做设计师 你们算是什么青领白领 那我们算什么 蓝领 是因为我们穿的那制服 是蓝色的对吧 像我王小嫂 我就我自己的理想 那你说说你什么理想 你有理想吗 我的梦想啊 嗯 其实我吧 我在服装学院学了四年的服装设计 我就想我毕业之后 我能够创立一个 金波服装设计工作室 然后我创立我自己的品牌 品牌你知道吗 就是你看就是咱们国内啊 就是现在有一个李宁系列 但是李宁系列呢 只是局限于 体育和运动这一方面 就在别的方面是很很匮乏的 好